师父还有一位义工 有一个同学想问 很多义工因为忙于做事 都无法听到师父的开示 或者在师父开示的时候 就是吃饭啊等 那做义工是否应该做好 本职工作的情况下 也要尽可能的认真听师父的开示呢 那你这说话就完全是废话了 那当然了 那尽量听啊 你做义工只不过是一个 一个做的一个小功德 你听了之后你开悟了 你会增加大能量的呀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你单单做义工 你没有开悟你什么用啊 你站在那里傻傻的不动脑筋 筋也不念 好像像昏日子一样 那你这种义工做了一点功德都没有了呀 做义工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心里明白 找机会要听 对不对呀 要做听师父的开示 要想办法 就这样 行